現在哪裏有生意做呢? 全部買青年貨,現在找不到值的了 這裡是賊樓,收購了 我到下一月就租了一半就有了 這裡是賣樓梯 四年多算了,羅文 多少錢買? 2880,打個折頭 人生當然要享受一下,聽歌 這些是個生活 自己擁有好些 手機上網和真去拿碟聽有兩回事 這次有人要了 青年仔一百八十元 老哥二百元 張立基基金九十元 商學友百五元 買多數是中年人 陰響的發燒有賣 老人家絕對不賣 幾百元買一張碟 不如都養兩盆茶 學生會買 年輕人覺得買一張碟是很肚的 十年前 我要這個養七戶魚 現在只能夠維持過去的開支 我喜歡收購那些東西買 收購那些東西買 收購那些東西很好的 不過你有眼光 你收購那些東西可以 收購那些碟 我收購50元 我可以買到300元 現在那些人玩這些 不是追求哪個歌唱 其實過去就追求以前那些舊版 求其Beyond一隻 如果它是最早期的 在日本製造的 那些碟就起碼 千五至二千塊一隻 香港版 雖然是舊碟 大概五百塊一隻 有幾個都值錢的 難得有情人 冬戀 留了關道政選 這些 其他價格 不是跟你們想像的 第一個是張國榮 王菲 鄧麗君 張學友 還有阿倫 來這五個就是Beyond 阿倫是早一陣子的戲 最壞是慘境 那些人是爭鬼 突然間沒有人捕他 最不值錢的五個歌手是誰 誰知道五個是五十個都不止 那些是廖開的文 鄭主見 那些就不值錢 喜歡他的樣子 那些是不是聽他的歌的 我沒見過一個 真是玩音響的人 買鄭主見 好像許志安 那些沒有人要 古具機的陳小春 那些立法 我突然買很多二十塊 都沒有人要 近這十年 有哪個歌聲 唱哪一首歌 能夠深入民燈 一個都沒有 我的作詞家 寫的歌詞家 都沒有文化 好像馬桶那樣的歌餅 都有 下一站天后 這些歌有什麼意思 梁明朗讀到中一 就打工幫唱片公司 賣劇契帶 輾轉去到西環大達地擺檔 在1982年 扎根在長沙環這個樓梯店 堅證著唱片業的風光時刻 做這行是兩個黃金期 第一個黃金期 就是發明了CG之後 再加上80年代 香港歌壇很旺盛 死大天王 那天的歌聲 真的多過天上星星 你說好像我們這樣的 當口仔 當年我最記得買阿倫 那一隻 我自己這麼小的地方 黑膠唱片 買了超過二格腳 這個錄金帶超過五格 一個月之內 那時你買一件東西都是賺 不超過十元 利潤就好微而已 數量大 但那個時期呢 大陸開放 那些人要買回大陸 那時我還是很困難的 那些人如果買幾十元 我只要用五百元來讀 我也很廢話 跟他們找錢 我一廢話做這些人 我做不切生意 然後我開始走下坡 想得很厲害 而香港有過千間唱片店 頂盛的時代 只是這條街 青山道不是很長 也有七百間去買唱片 如果不是策略 都說還要做一下 不然就沒有錢賺 今天都叫做 可以過日晨 消耗一下時光 我都已經六十幾歲了 還要怎麼作為 夠時間走了 那就走了 我就是一個廚師 我連扮一個廚師都扮得不像 只不過我很喜歡煮東西 還有我煮東西 我覺得很好吃 希望大家多點支持 王仔教主